《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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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听今年的神中课 如见365位圣经名人 今天是7月2日 今天会讲的圣经人物是 《叶梯罗》 这个名的意思是《杰出》 叶梯罗是米丁的祭司 亦都是摩西的外父 另外他也叫做刘依 是生活在公元前15世纪的人物 叶梯罗对摩西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人 他是米丁的祭司 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地区 摩西在埃及逃亡之后 在这里找到了避难所 这个也是他遇到叶梯罗的地方 叶梯罗有7个女儿 摩西娶了其中名为西波拉的女子为妻 他在米丁住了四十年 在那里看守他外父的羊 出了埃及之后 叶梯罗来到旷野探望摩西 西波拉和摩西的两个儿子都陪他前来 但在摩西返回埃及期间 以及在之后的动乱当中 他们都一直留在米丁 当叶梯罗遇到他的女婿摩西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摩西 已经不再是牧羊人 而是成千上万人的领导者 他注意到摩西 因为身边必须处理的种种管理问题 而疲憊不耽 通常局外人 会比在困境里面的人 更看得清局势 在这种情况之下也都一样 叶梯罗敦促摩西 不要亲力亲为 处理每一样事情 而是要学习 将他不同的职责下放 交给合适的人去办理 学习如何去委派 是各级领导的重要工作 当我们认为自己能够做得比别人更好 以为被别人去执行我们某一些职责是冒险的 我们就是高估了自己 幸好后来摩西接受了叶梯罗的建议 将他的部分工作委托给其他人 如果你是领导者 但还未学会如何去委派 那现在就应该要这样做了 现在我们一起祈祷 上帝呀 请教导我 不要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做对所有事情 要相信别人的能力 并将部分工作委托给其他人 如果大家想对叶梯罗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可以看回圣经的出埃及记 2章15到22节 3章1节 和第18章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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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